吳明哥 吳明哥 你知道嗎 11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 已經破50萬人訂閱了 這麼OMG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我們喔 最像最辣的內容 都在11點熱炒店 Together Forever 這麼難聊 不懂的溝通就是你們 女生叫我們滾 結果我們又真的是滾 我們又不是火鍋 不要就叫我滾 你們女生就是太一本正經了 你為什麼不能感受到 我有多麼的需要你們安慰 這個背後是無數個挫折 是 抵草 是因為他們意氣風發的時候 都不把我們當一回事啊 你們只有在低落的時候 真的,你需要鼓勵的時候 你在那邊... 翔翔,因為你還沒有結婚 沒有 你不要威脅猜探 剛剛這幕很逗趣 很少看到年輕的在教訓老的 對啊 對啊 當書要載他的時候 你就要先講 沒講 對,先講 因為你沒講就是有鬼啊 你只在乎你的助理的感受 你有沒有在乎過我的感受 對啊 依靈哥到底在哪一邊啊 11點 熱炒店最高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我們都知道 相愛容易相處難 一段關係走到心灰意冷 無言的結局 大部分都是因為溝通不良 在任何關係當中 其實溝通是真的很重 溝通很難 你不覺得嗎 女生覺得男生很難溝通 男生覺得女生更難溝通 就兩個都溝通鴨獎 所以我們常講說女生很奇怪 所以我們不是說什麼 不要就是要嗎 然後他 你給我滾 你真的滾看看 有一次我真的滾了 我想說你叫我離開 你不能滾 我就離開 離開以後傳訊息來說 你不愛我 對 我為什麼不愛你 我叫你滾你就滾 奇怪 你叫我滾我不滾我要幹嘛 女生叫你滾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希望你 就是哄他 對 或者是他想要留住你 對啊 可是男生有的時候也是很為難 因為到底是真的要滾還是不滾 你也搞不清楚 今天我們要來一個辯論大會 是不是 對 就男女分成兩隊 這兩隊不得了了 每個都是 在中一屆也算是名嘴等級的 很精采 我們來歡迎我們新的來賓們 浩如 小哈 欣盈 彥鳴 凱希 無尊 好 壁壘分明 上面就是男子組 下面就是女子組 如果乍看 我覺得男子組今天要倒大霉了 兇猛動物區 你為什麼叫他辯論 兇猛 然後那邊是可愛動物區 對啊 對 辯論 我們沒那麼嚴謹 也沒有要比分數 但是我們還是要一個 中立的第三者 那個裁判長 在每一段辯論以後 他才決定 誰講得比較有道理 這個人跟大家沒有厲害關係 對不對 那個傻白甜 傻白甜可愛 來 裁判長 林鄉 臉不亮 話不說不明 生活中有許許多的事情 不清不楚 今天我們就把它說個清楚 是 對 我今天會來評判大家 誰對誰錯 OK 太好了 好 來 今天男女PK組 我們先來歡迎我們第一棒 浩如還有小哈 來 請上PK台 不得了了 兇猛動物區 這一組 對 獅子對老虎 精采 他老虎嗎 他女人就 對 他比較像 他就合麻 他比較像 誰有這個膽識 可以跟浩如姐辯論 好 來 我們男女到底誰比較難 溝通辯論大賽 正式開始 來 女士第一 來 楊浩如 那不就是廢話嗎 還需要講嗎 當然就是男生 這麼難聊 不懂得溝通就是你們 就是這個 震驚時刻老講垃圾花 老懶 怎麼說 就是你很想跟他好好討論一件事情 甚至開個家庭會議 或者是跟他在掏心掏肺的時候 他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去講 講這一件事情 跟你溝通 因為我覺得男生的相處模式 就是這樣子 譬如說我的兒子 他可能要英文演講了 他畢業 要英文演講 那老師都有規定說 一個人一定要講三到五分鐘 所以兒子就很緊張 就會在家裡面跟我們講說 爸爸媽媽 你們可不可以當一下聽眾 聽一下我的英文講得怎麼樣 然後幫我計時 然後我們大家就當然要很認真 要鼓勵他用英文 他在那邊講完以後 然後我兒子就很擔心的說 我們講得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 不錯啊不錯啊 你可以聲音再大一點 然後肢體什麼 然後我兒子就會問他爸爸說 爸爸啊 那你覺得我有到三分鐘嗎 會不會太短 我老公回什麼 我老公就說 你講太短 有你的小雞雞短嗎 真的假的啊 太幽默了 這是幽默 有事嗎 很幽默 有事嗎 人家是可以講這個 你在跟他講那個 你們腦子有動是不是啊 他就不緊張了 對 輕鬆了對不對 沒有啊 我兒子就愣在那邊想說 他整個紓壓了啊 沒有頭啊 很緊張啦 對啊 他正式上台的時候 萬一真的講很短 他還可以自我解嘲 對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篇演講 是不是比我小雞雞還短啊 對 真的很好笑啊 你們真的沒有辦法好好講話 都沒有辦法講一些建設性的話 你後面受傷 都沒有鼓勵他 我兒子就覺得 他覺得他爸爸 要攻擊兒子啊 對 他會 他會不會覺得說 我爸爸怎麼覺得我那個短 他就有點愣住想說 然後我老公還會自己說 啊沒有 沒事沒事 還要自己這樣子圓回來 就不好笑啊 很好笑 就發生在 就發生在昨天晚上的事情 昨天 因為最近天氣不是忽冷忽冷 一下12度 一下30度 然後我兒子要睡覺之前 我兒子就問他爸說 爸爸 我明天你覺得要穿長袖還是短袖 這樣 他爸就說 長袖或短袖都沒關係 不如你穿內褲走袖怎麼樣 好 好可愛 超有趣的 超幽默 超有趣的 你們可不可以給一點建議 到底為什麼不能好好的跟他講 因為我們遊戲人間 我們不習慣正經講話 不是 你們那個腦筋 到底在想哪一根 就是沒有辦法 這種天氣熱也熱不死 人也冷不死 OK 無所謂 很好笑 很幽默 對啊 我女兒發燒 很難討論 其實小孩誰不發燒 然後我老婆在那邊尋死尋活 想說怎麼辦 她覺得世界末日 像爸爸一句幽默的話 女兒就笑開了 我說發燒沒關係啊 她都還可以蒸小籠包 對不對 還不發 不是嗎 我真的 女兒呵呵笑 馬上對現場 不要而喻 我才在你頭上煎蛋 家裡面不要講 講那麼多大道理 就大家嘻嘻哈哈過一生 所以你們就沒有辦法溝通 你們就是幹話嗎 對 我跟你講 因為你們女生就是太一本正經了 尤其你會覺得說 現在這個場合 我好像一定要嚴肅 非常嚴肅 但其實在越嚴肅 或者是有一些火要會出現的時候 你假如說有那個有些 你跟史瑞克長的一樣 對 真的好像哦 你為什麼要穿自己的臉在身上 我就是喜歡把自己穿在身上 好 你們你看 人家在認真講話的時候 你以後再開玩笑 怕你再講垃圾話 你怎麼在... 一本正經講什麼垃圾話 那是徐凱希 奇怪 是徐凱希 所以說像我就有一次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們女生就是愛抓與病 對 像之前有一次 我就是我老婆她在賽事場 然後就她很少自己去逛賽事場 然後就有一個賣魚的老闆 就說那個魚很新鮮啊 買回去就是做給你老公吃這樣 然後她就真的弄了 還弄個清蒸的方式 弄一點醬油在上面 然後很興奮的拿出來給我吃 然後我就吃了 我老婆很興奮的說怎麼樣 好吃嗎好吃嗎 但說真的 那個腥味 那個臭臭鼻真的有點重 那我又不想要就是去 去傷害我老婆的心靈 因為她就是很興致勃勃的 她幫我做了一道菜 弄了一個魚 她就說怎麼樣好吃嗎 然後我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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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不行 你真的太誇張了 你知道那個真的很難吃 然後我還說OK 可是魚要搞到難吃也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在想 可能是因為那個魚飯騙她 說那個魚很新鮮 但其實並不新鮮 那不管怎麼樣 我也不想要傷害她 那我就說OK OK OK 她就說OK 是什麼意思 我說還好 還OK 還好跟還OK 不行 她就說還好是好 還是不好 對啊 我就說就是OK啊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其實基本上 你們女孩子就應該自己要有自覺了 我們就是表示 我們真的覺得她不好吃 我們現在就火冒三丈了 對 你們在火什麼 辛苦做給你耶 火的應該是我吧 我把一整條臭臭鼻的魚吃掉了 然後我還要跟你講 妹的良心說好吃 這不應該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說你們女生就是 除了一本正經 然後還喜歡挑魚病 對 我會以為是這樣子 沒有 你為什麼不能直接講說 這老闆是不是騙你啊 這條魚很新 你不要怪到她的做法上 你可以對外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攻擊你老婆呢 你可以說 這老闆你這家哪一攤 你以後不要找他 因為我覺得這魚不新鮮 他怎麼會跟你說新鮮呢 他就不會覺得你在指責他 是那個老闆有問題啊 不行 不行 如果這樣回答 因為是衍生另外一場戰爭 對 還有一次就是我 最近那一陣子真的 就是工作滿不順利的 心情不是太好 然後我就真的有感而發 我就傳那些訊息給我老婆說 老婆 還好我還有你 現在這個時刻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地需要你 我想說 很難得我跟我老婆 會這樣子掏心掏肺的在講話 事實上 兩夫妻真的比較很 尤其是男人 我覺得你叫男人 要真的掏心掏肺跟老婆講一些 這種心裡話 男人不容易講感情的話 不容易 但我那天 飛到傷心死 對 那個時候真的是我人生中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這樣子 然後好 我就想說我老婆應該會想一些 因為我老婆也是很窩心 很暖心的人 她應該會講一些比較 就是讓我可以安定下來的話 結果果然很快她就回訊息了 我很開心 一打開 她就說 什麼叫做現在特別需要我 要抓語病 抓語病 抓語病幹什麼 我想說 我這麼就是很 我現在已經很憤怒了 然後你還抓我的語病 然後過一下 又傳第二封來 她就講說 哈囉 不好意思 什麼叫做你現在特別需要我 所以說我只是其他人的備胎 什麼叫做 我還好我還有你 那你之前是被很多人打槍之後 只有我載女身邊這樣嗎 網購機車 她真的很教訓你 有去 不是 什麼 我就覺得你們女生很奇怪 為什麼一定要抓人家的語病 你為什麼不能感受到 我這一封簡訊 我有多麼的需要你的安慰 這個背後是無數個挫折 是 抵草 是 是因為他們意氣風發的時候 都不把我們當一回事 對不對 你們只有落魄的時候找我們 低落的時候 就是嘛 想要找人責備的時候 男人風光的時候 風光的時候 有錢的到底一腳踢開 男人風光 都找外面的女人 對 Happy都找外面的 對 然後落寞的時候 就想起自己家裡面 沒工作了 因為倒閉破產了 外面的女人不會理你了嘛 所以只能夠回來找自己的 對啊 所以你老婆說的根本就沒有 這一題不用再講 來 你老婆就沒有錯啊 好 這一回合到底是 男生講的有道理 我們公正的評審長即將做出公平的裁決 來 請舉牌 其實我覺得 雖然我是女生 但是我有時候 她男生的話聽得下去 女生她反而聽不下去 小燕香 因為你還沒有結婚 沒有 請不要威脅裁判 沒有 因為我自己的個性 其實算是比較像小男生的 因為我會覺得抓語彬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誇張 因為男生就在傷心了 這時候我們 因為女生需要被哄 男生也需要被哄 所以你還特別說 所以你平常不需要我嗎 你只有現在需要我嗎 可是她那時候就已經很難過 對 對 所以我其實這時候 因為我是一個很... 皓如你看人家講的也有道理 那我們很站進來 在跟她講話的時候 她也在那邊說 其實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來 請裁判展跟... 我們需要鼓勵的時候 跟失敗的一方進行辯論開始 不是 我也需要這樣... 鼓勵的時候 你在那邊說她雞雞小 你這個就有對嗎 因為那時候她已經很緊張了 這時候需要有一些 好笑的事情 緩解這個時候的激傷 對 然後... 就是講完垃圾話之後 再告訴她怎麼調整 你就作為調整的角色 然後爸爸作為那個... 請山寨者不要用凶狠的眼神 瞪著裁判 對 就是... 這就是沒有功能 你有沒有尊敬裁判一點 沒有功能 好不好 對裁判要有比較尊敬 爸爸就是調整一下現場的氛圍 媽媽告訴她怎麼調整會更好 那這個家庭會更和樂 更進步 你真的... 你這個裁判真的很棒 你可不可以來吹直男的比賽 真的很公正 很逗趣 這個很少看到那個 這一個剛好我是站男生這邊 對 OK 無論如何 好 這一回合 挖這個疊破眼鏡 男子組獲勝 來 不得了 來 請回座 來 我們第二回合 邀請到來朱鑫怡演的張燕民 來請上PK台 鑫怡加油 加油 燕民 對 其實這也不是比辯論技巧 就是比誰說得有道理這樣子 對 女生講話可以不要總是 東繞西繞 有什麼就直說 我們不是你肚子裡的回仇 這個氣勢很強 來 拐彎木腳心事總要猜 來 就是我覺得女生就是要來整我們 因為之前 剛剛玉琳哥開場的時候有講說 女生叫我們滾 結果我們就真的滾 我們又不是火鍋 對啊 我們又不是你們肚子 不要直接說話 還沒搶完 好煩喔 對 因為我之前有交過一任女朋友 但是有一次她生日的時候 但是因為她已經 我們已經約好要去 我要出去她的生日派對 但是因為那一天剛好拍戲 拍到很晚 凌晨過後才收工 她整個大兩公 我到現場的時候 那個Party已經差不多要結束 然後她又有點酒意 我就送她回去的時候 她一路上都沉默不語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想說完了完了 這個火山準備要爆發了 我就在哄她 她說你給我滾 唉唷 我說又來就只有這句話 又叫我滾 我說好 然後我就開車走 那一天我就在樓下 大概滑手機滑了10分鐘 想說10分鐘 她如果打來或是傳訊息 我就可以趕快上樓 結果果真不軟 15分鐘她就傳訊息過來 她說你現在馬上來 然後我想說好 然後再把車廳 再默默走上去 然後哄哄她又沒事 然後我就覺得 你的女生為什麼這樣子 一下要一下不要 然後又要我們男生一下回來 一下不回來 他們有時候 那個很奇怪 就有一個女朋友也是吵在車上 吵著吵著 那個女生又嗆了 沈玉琳 你給我下車 我想說我下車 可是車是我在開啊 你叫我下車 可是他一直叫我下車 我就把車廳路邊 我就不開了 我就走了你知道嗎 他傳訊息給我 怎麼可以把他一個人放在那裡 他傳訊息給我 因為那女生不會開車 他說 他在我車 可是女生真的會這樣子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開車你叫我下車 對啊 不是你真的 我們在氣頭上 我們真的會這樣子 而我們就會覺得 就是一定要把他拗回來 可是當然冷靜了以後 我們也覺得 自己有一點 沒有 太多了 可是就是控制不了 因為愛啊 可是男生 一次 兩次 三次 我們也不會 不想被搞得很窩囊啊 林湘你不會嗎 你談戀愛的時候 你不會這樣子嗎 就是 你會叫人家下車嗎 我 我不會說 我現在 就是我會一直掛他電話 他打給我 我會一直掛他電話 可是他開始不打的時候 就會打過去說 你為什麼不打呀 對啊 對 很奇怪 男生跟女生那時候 因為我們平常沒有感受到 他們在乎我 我們要用這種方式 發純在感 對 證明他還愛我嘛 叫他滾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真的滾 對 因為你們都知道 我沒有辦法走 因為我現在就只想在你旁邊 你要哄他 你不能真的滾 不是有時候哄一下 他不聽 然後你不知道那個時間 到底要拉多長 其實我們都知道是我們的錯 可是那個狀況 你們都知道 我們是喜歡這樣子講反話 你們就是要往這個反放 他們 你們就是要折磨我們 沒有 而且 一定要逼我們這樣子 求你們回來 像我就遇過一個 就是一定要哄的 就是那一次呢 就是我那時候一個女朋友 就說 Baby 我好餓 我想吃東西 我說那你想吃什麼 不知道耶 我就開始講 你要吃飯類嗎 不要 麵嗎 不要 義大利 不要 還是要吃月事 他說月事我會拉肚子 我說你要不要吃牛排 他說牛排沒有主食我不要 我說還是要吃披薩 披薩也不要 等於說 我把所有全世界的料理 全部講完 他通通都說不要 那因為那時候我趕著出門錄影 我覺得那你就是 你可不可以趕快決定 他說 我其實也沒有特別要吃什麼 我只要你哄我 說你那麼瘦 吃什麼都好 我就說 蛤 那你就早點說嘛 他說你根本沒有Gate到我這點 你不愛我 你根本不在乎我 然後後來反正就是 常常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所以後來有一次我就這樣 他就生氣的時候 他說你根本不在乎我 然後我就這樣 他說你幹嘛 我說我 在乎你 直接就被打了 正常就是 有些時候 你真的來不及 你幽默也不行 你哄他也不行 我跟你講 我以前就跟你講 阿喜就機車機車的 不是 不是他 不是他 OK 好 那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你講 重面子講不得 真的 控訴男生的部分 必須要講男生愛面子 是不是 現在應該 應該沒有人會說不是吧 面子是我們的第二生命 對對對 老婆是第三 那第一是什麼 第一生命就是我們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有第二生命啊 因為像很多男生嘛 就是愛面子 我老公當然也不例外 我就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他很愛乾淨 然後他很喜歡把家裡就是 弄成樣品物的樣子 就是我們家晚上睡覺的時候啊 放在客廳的茶几上 是不能有任何東西 不是不是 他填寫的跟燕明 對 然後他就會 就是要家裡一層不染 然後什麼東西都要對線控 都要擺得很好很整齊 可是這樣的他呢 晚上有時候肚子真的很餓 不免的就會下去 櫥櫃裡面找一些吃的 這我也都理解 因為有時候肚子餓嘛 墊一點肚子是沒問題 可是呢 但有時候我就會發現 欸 奇怪 為什麼會有一包洋芋片 洋芋片還散落在地上 或洋芋片沒有把它捲起來放 然後呢 後來有一陣子 家裡就出現了蟑螂 然後我就會講說 欸 不行 不能再這樣就是東西都不收 這樣很危險嘛 就是就會 蟑螂會亂竄什麼的 然後就跟他講說 欸 你下次可以就是記得 把那個養芋片收一收嗎 他就說 喔 好啦 好啦 知道了 知道了 然後幾個晚上之後 你還是看到很多東西 再吃完了也沒收 後來我發現很多老公都這樣 例如說可能襪子亂丟這種 就是你可能講過五百次 他都會說 好啦 所以你要我怎麼樣咧 就會講這種話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們不自己亂丟 我們會藏啊 沙發下 床底下 你是狗是不是 為什麼不直接拿去洗衣機啊 對啊 這或者是明明就有洗衣籃這種 就是可以讓你丟的地方 不行 洗衣籃如果你的內衣放在裡面 內褲放在裡面 我們襪子丟進又要被你們罵啊 沒有洗衣籃就是專門一個收集 就是髒衣服的地方啊 就是你回來的時候 會在家裡乾不乾淨 整不整齊 可是你自己吃的東西 或是你自己的環境 可能都沒有維持 我就覺得擺絲不得其解 為什麼呢 而且像我老公還會說一句 譬如說我跟他講說 為什麼你出門冷氣都不關掉 然後電扇也不關掉 然後他就會講一句說 你現在講我的時間 你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對 為什麼 他變推到我身上耶 為什麼 對啊 你有時間講 為什麼你自己不去關 因為我們要養成型 我怕你關掉 你就不知道你有做這件事啊 還要我們養成什麼習慣 對啊 不是 你自己關的 但其實好習慣耶 很興不關耶 沒有 女生要我們 要養成好習慣 就來不及啦 對啊 就是把年紀啦 因為我們就是這個家 大家共同維持嘛 女生也會 你不要維持 對啊 來 葉銘還有來 不同樂器 那個聲量就不同 不是我們長門大 而是我們講話就是這樣嘛 對 你就是要壓我們 然後你還要用這種嘴臉 跟我講話都一樣 對啊 你講 你跟我講話 又兇 脾氣又臭 又要念 他都會往外彎 玉琳哥 你這樣其實不好 所以你看 手話都講話了 然後他就是要 他居張聲勢 我們會難過 好吧 怎麼這麼快要妥協 我現在還要控訴一個 就是 女生 喜歡 懦懦逼人 不給喘息的空間 得理不饒人 得理不饒人 你叫他嚇到香香 沒話沒聊了 你一直給他把他惹到 發火了 他才這樣子 不是 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潑熱水 他就是無時無刻要知道 你在幹嘛 譬如說你今天的行程 幾點幾點 節奏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覺得OK 反正就是跟他報備 但是你到了現場 你還要拍照 有一次我忘記說一個 女來賓的名字 他就說 為什麼那個女來賓 你沒有講 你是故意的 跳過 你是不是心虛 他說你是不是心虛 你是不是想要認識他 故意沒有講 他說我真的忘記 因為來賓那麼多 我也不知道 可是男來賓 你也從來不會忘記 沒有反正他就是到哪裡 你除了報備以外 你還要拍照 像有一次我跟 我拍戲拍比較晚 然後我們公司的女助理 他沒有車回去 但如果他要等 劇組整個收工後 再下山回去 回家的話 已經會太晚了 我想說好 然後我就順路 載他下山 到捷運站還是什麼的 結果隔天 我女朋友就發現 座椅被調過了 哇這個完蛋 他說你昨天是沒有載女生 我說 對啊 載那個女助理 他說女助理 那為什麼要坐你的車 然後我就說 因為什麼什麼 那個劇組拍戲什麼什麼 他可以坐劇組車啊 我說因為 太晚了 什麼什麼什麼 他就說 有這麼晚嗎 沒有這麼危險嗎 他長得還好吧 對 這件事情的問題 就是因為 當初要載他的時候 你就要先講 沒講 對 你先講就沒什麼 你沒講就是有鬼 有事情也要講 當然 因為你沒講就是有鬼啊 什麼有鬼公司助理 因為你要先講 你要先問問 可是有些時候講了 反而 那個入計會衝得更高 有點淒涼 可是 可是因為你很了解你女朋友 對 因為他如果不載他 他要等到很晚才下來 那關你什麼事 關你什麼事 那是我們公司的同事啊 沒事 我跟妳講 真的 那這個女朋友就說 你只在乎你的助理的感受 你有沒有在乎過我的感受 那你是要把他放在上 還是把你女朋友放在下 你都要在他倒背說 我結束 我要回家 你不如直接跟我說 因為今天後面的車 要等到很晚一班 所以我會順到 把誰載下山到捷運站就好了 我為什麼不敢先跟你老婆 然後你心裡有鬼 尊重 做事都愛 偷雞摸狗 什麼 被偷雞摸狗 不會講啦 沒錯 他們好可怕 對 葉銘,不好意思 有狡心的心態 我們先不講話 葉銘,該到底在哪一邊啦 我們沒有原則 我們兩個沒有原則 我們完全體道理啦 來,欣儀 對啊 我還有一個 多說多錯啦,葉銘 就是 不懂暗示 嗓門又大聲 你是說 get不到 對 對,我要講有一次 剛好那個 我在試一盤新的那個 修容粉餅 你知道修容粉餅顏色都很深嗎 還會分兩個顏色嗎 那當時大家在聊天的時候 我老公就講說 大家都在 然後還有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 他就直接講說 欸,老婆 啊,你這邊怎麼 兩條黑黑的啊 就直接這樣子耶 然後我就說 他是不是覺得好玩 我覺得有可能 我後來想想覺得有可能 他在逗你 但是當下我已經講說 我說 那不是黑黑 那是修容 你可以閉嘴了 然後他就 很小聲就這樣講 他就說 什麼修容 修容為什麼要打那麼黑 好像黑黑 你到底怎麼的 他是好 他是逗你 他真的是逗你 我後來就很認真地靠近他說 你可以閉嘴不要再講話嗎 然後臉還要笑的 因為大家都在看嘛 好 有時候男生覺得 好笑好玩 都因為女生很可愛 我覺得很煩 我好笑 很丟臉 對,我覺得如果在朋友面前 你看一下子玩就OK 不認識的面前 我還要面子啊 然後我就不喜歡嘛 我就跟他講說 就是可以不要這樣嗎 然後他就會故意講說 是嗎 不能提嗎 還會故意這樣子 超白目的 超白目的 我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懂我的暗示呢 然後你還要故意講得很大聲 讓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 我這兩條黑黑的 他現在眼神 整個目光只有你 所以他嗓門才會大聲 他完全不在乎別人 還有一點 我每次都要嚴厲的 在博智嗓門大這件事情 這個 你們嗓門真的很大 就跟不同樂器 那個聲量就不同 不是我們嗓門大 而是我們講話就是這樣 對 女生說 寶貝我好愛你 所以你們講話方式 可是我 寶貝我愛你啦 你怎麼講什麼 可是你們講話 因為你覺得你 好像我們在跟你好好商量 你在罵我們這樣子 所以就不是罵 那就是大聲 你就是要壓我們 我們這個喇叭本來就比較大顆 你們那個是電腦旁邊 那個小喇叭 你一定是沒有道理才大聲 你就是要壓 壓 然後他就是要 他居張聲勢 對 好吧 怎麼這麼快要妥協你了 好聰明 因為我察覺到 如果我快說不下去 說不過他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變大聲了 對 所以你講的是有道理 那你就變成重面子講不得了 對 這個時候我覺得 這一個真的是女生 對啊 我覺得男生有時候會抱持 那種僥倖的心態 不喜歡溝通 不想溝通 然後就是隨便敷衍 可是你們會覺得 女生咄咄逼了 是因為我們想要解決問題 你為什麼不收 如果你跟我講 要亮一下 因為太臭了 我會說OK 那你等一下記得手 我理解嘛 理解就好了 理解 可是你們就好好隨便 然後下次又看到 又不收 那我們當然會發脾氣 因為女生 奇怪 他會在某個時刻 突然又震驚起來了 男生是覺得這個事情放著 明天就沒事了 不是 那個襪子就趕快去收就好了 誰要看你們的臭襪子 在那邊放一個晚上 那個水果餅乾 就長麻痺啊 可是妳有時間那麼不高興 為什麼不拿去放呢 我一直要收餅乾的襪子 媽媽為什麼要一直幫你們 收餅乾的襪子 不是玩家 我們有教妳 幫我們收內衣嗎 對啊 而且重點是 女生會講出來 絕對不是每天講 絕對是觀察很久 忍很久才講一次 就是已經幫妳說了一百次了 想說妳自己要瘦一下 一定要提心妳一下了吧 你看少女都生氣了 那嗓門大聲這件事情 妳有同感嗎 嗓門大聲 因為我本身嗓門也挺大聲 對啊 所以大概的確不代表 沒禮貌跟吵架 可是像香香這樣子 嗓門大聲是一回事 像你們就是用吼的 好像就是要壓我們 我們會難過 對 就是今天早上 我們送我兒子去上學 然後我們要去吃一個涼麵 然後我不知道幹嘛 反正我今天早上我就覺得 就是全身都很不舒服 都很痛 我通風發作 所以我心情不好 然後呢 那個我車子就是比如說我車子 我老婆就說那邊那個位置 那個好像是就是不能停 是紅線 違規耶這樣 他說可是如果你停在那個線外面 會不會就沒事 你看大家都這樣停 我就說 違規就是違規啊 他就突然說 妳那麼兇幹嘛 妳那麼大聲幹嘛 我說我沒有兇妳啊 我再告訴妳 妳臉那麼臭就是在兇我 然後我就不吃了嘛 就回家啦 回家了 妳家就回了這個 妳就不吃了 他說他不吃了 他說他不餓啦 那妳要哄哄他 我說我就沒有在兇 我為什麼要哄他好 然後完全就跟今天 一模一樣的事情就發生了 然後我就說 那現在要怎麼樣 然後我們兩個就連續 連續講了大概二十幾次 現在要怎樣 那妳要怎樣 那現在要怎麼樣呢 那妳要怎樣 我說我要錄影了 要怎麼樣呢 那妳去錄影要怎麼樣啊 講完涼麵都吃完了 一百多次 然後他就說 他就哭了 就一個人踢 一個人下車去買不就好了 回家吃了 我問他要不要吃 他說不要啊 然後他就說那妳滾 我說好 滾就滾 這時候薛娟姐講 不要就是要 對 你就是趕快 她就是要吃這個涼麵 吃完涼麵 你沒有看到 他說他不要吃啊 他吃完就沒飯了 氣飽了 到底要怎樣 他也不高興 他覺得他沒有錯 對啊 我沒有錯啊 那你就買一下啊 你口氣就不能溫柔一點嗎 然後大家清早 然後你就說 他都痛風了 還怎麼問 對 我都痛風了 那你應該說 爸爸 我痛風了 他才不理我 我每天都來 他就說你每天都來痛風 你要痛兩次 他就服我 我就管就管 都回家了 等一下錄完影 所以要滾了 他就傳訊息給我講說 你等一下就要去彰化比賽了 然後我等一下要飛上海 如果說我們今天真的出了什麼事 都不行 你等於要傳簡訊給他 幹嘛要發了 所以我就開車回家了 然後我就上去 然後我就跟他道歉 哄他 那好 那我現在在跟妳們道歉好不好 我跟他道歉 我現在跟妳們道歉 怨麵 妳趕快 小玩花是好先生 他有時候停車的事情 我也有一件事情 妳幫我拚拚理 來 郭彥均約我去新店 他們家附近的一間麻辣鍋 好了 我跟我老婆 一路上也開開心心的去 那我就 在到之前問郭彥均說 那附近有沒有停車位 他斬釘截鐵跟我說 火鍋店的對面 一間一棟公寓 那個就有地下停車場 然後到快到附近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婆說 那個快到了 那個火鍋店的對面 有一個停車場 我老婆冷冷的跟我講說 哪有停車場 我搜尋過了 沒有要往前兩百公尺 我就說 郭彥均會騙我嗎 他每次騙我幹什麼 他說有就是有 他是住在這附近的人 你為什麼這麼貼紙 你為什麼要這麼兇 我哪有兇 你這是不是很兇的 這個很兇的 你兇嗎 我哪有兇嗎 兇一點 就是很兇 我在講道理 不是 而且你講說 他會不會騙你 他為什麼要騙你的意思就是 難道我會騙你嗎 對啊 剛才搜尋過 郭彥均昨天跟你講的 比不上我現在跟你講嗎 你為什麼 他隨便講對面 也可能是兩百公尺的對面 郭彥均不會騙你 芽芽就會騙你 然後你還用這種嘴臉跟我講話 好 你開車 你講 你跟我講話 你講對了 後來呢 正對妹妹要聽這首 對啊 他不是 你有沒有說 Sorry 你對他那麼兇 因為我不是不像氣喊 就是胳膊往外彎 然後又兇 脾氣又臭 又要念 還胳膊往外彎 玉琳哥,你這樣其實不好 所以你看 他都講話了 那你當下有沒有 立刻跟雅芽道歉說 我勿聽信別人的殘言 後來怎麼收這個殘局 你怎麼辦 還好一件事情 化解了這個 化解了這個緊張的關係 因為正要往回開的時候 我老婆的手機響了 銀行打來 他匯款的時候出了一點小瑕疵 那他就在處理那個 沒有,因為 他犯了一個錯被我抓到了 他就好像... 你也夠了 我現在要抵銷 我沒有抵銷 我面子講不得了 講不得了 真的是講不得 然後又不懂得道歉 對啊 所以就扯平了 扯平 好,我們這一棒是什麼 是女生組嗎 好,這一回合來 重新舉牌來 所以是女生獲勝 對,女生 OK,好,謝謝 來 我們第三回合了 來,牌戲&吳敦 吳敦,你今天好可憐 你要怎麼辯論 他已經先輸一半了 我盡力啊 提到別的女人就歇斯底里 對,就是 因為其實 當然男生也會有女生好朋友 女生也會有男生好朋友 但是就是我有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女生好朋友 那個時候我的女朋友也知道 那那段時間他要回來台灣 就說要一起吃個飯 那我就說OK啊,好啊,一起吃個飯 我就跟我女朋友說 就是我朋友說要一起吃飯 然後是去哪裡吃 然後大概行程跟他講 但就只是吃飯而已 我說他晚上還要去別的地方 所以就吃飯聊一聊 很久沒有見了 他說好啊,好啊 你去啊,你去啊 OK,沒問題 我說OK,沒問題 我說好啊,太好了 那因為我也報備過嘛 他就說沒問題 然後我朋友特地從新竹坐火車上來 然後為了跟我見面吃個飯 我說好啊 然後我們就想說要吃飯 突然間呢,我接到他的那瞬間 我女朋友打給我說 寶貝,我肚子好痛喔 我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突然肚子痛 他說不知道,好痛喔 肚子痛是真的起不來 我說這麼痛 真的很痛耶 可是他也沒有月經來 他是就是 那你也很貼心 那你也人自益盡啊 對,我就從台北車站去買了藥 因為在台北站接到他們買藥 直接送去土城 他就這樣看著我 他就搖搖頭 他說 你竟然不是取消約 而是買藥過來給我 他就... 你死我就是一定要付那個約啦 不是,就是我說他就是... 因為他很嚴重啊 他不能動耶 沒有耶 他走下來就這樣走耶 他三步並兩步耶 所以你是寧願就是要跟他願意 也不這樣利用 他可能就... 他是這樣走路耶 沒有,搞不好他那時候打給你的時候 他是真的很劇痛啊 沒有啊 我說,我說你還好嗎 他說好痛喔 我站在樓下的下來 他就這樣下來 所以代表他是裝病啊 然後後來我就說好... 他可能在試探你這個我 試探 然後我就覺得說就是... 後來我就說好,為了遷就他 我就想說去他家旁邊的熱炒店 隨便吃一吃就好了 然後就點了菜之後他就打來 他就把剛剛的事情再講一遍 菜都上來了 我朋友一個人在吃 他跟我講一個多小時的電話 不懂事 對,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買一杯熱格格給你好不好 我們後來講到一半 我朋友就這樣 你先走了 你先這樣 下次再一遍 就走了 他就...他說不用 我就想說怎麼辦... 他說我車到了 他已經叫好UBER就走了 然後我就後來就買了一杯熱格格 回去給他 他就跟我說 他說你剛剛載他對不對 我說你現在馬上給我洗車 他說旁邊就有洗車 我說那我載你過去 他說不要 我不要坐這個人坐過的椅子 然後我就去車行 我說我要洗車 老闆說打蠟嗎 我說沒有 洗膚這樣子坐椅子就好 老闆說洗膚這樣子坐椅子 老闆看我 我看一下我女朋友 老闆看一下我女朋友 看一下我點頭說好,我知道了 然後他那個是不誇張 他是在洗之前 他拿那個酒精是直接倒在我椅子上 我的椅子是有冷熱通風椅的 所以他是有那個有洞的 他也不管那椅子壞不壞 也不管那車跪不跪 他就直接就給你弄 你女朋友 他那個車多跪 你後來有沒有分手 分手了 但是那件事情過了很久才分手 所以不是因為那件事情才分手的 對,我就覺得說不用到這樣子 咄咄逼人 然後又舉回國文老師愛抓人與病 然後講話又拐來磨腳 行事要人家猜 提到別的女人世界是第一 就全部都有 剛剛這個是真的有點歇斯吉利 對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也這樣 沒有,因為那個 有時候女人對這種潔癖 是完全不可理喻 可是他有報備 然後他女朋友也說那你去 對啊 我就說OK 他又不是騙他 對,講法要不要把他 講法,他叫你去 其實並沒有真的希望你去 就我叫你滾你就真的 所以就很難理解 就直接講說我不想要你去就好了 我就OK,那不要去 可是這樣又感覺他很小氣 可是他事後做的事情更不大氣 對啊 如果你真的要讓他去 你就不要去裝病或幹嘛的 我覺得裝病跟講一個小孩 更好有一點 也不要裝大氣 對啊 也不是每個女生都這樣 這個是一個 女生還是很講道理的 極端的 講五則的 不是個案耶 他講的每個女友都這樣 他以前的女朋友長得都很漂亮 是不是年紀比較小啊 大我四歲 大你四歲 這樣怎麼會這樣子 不是啊,可能沒有安全感 跟我朋友還有我某一任男友就在聊說 以前年輕的時候失戀啊都很難過 結果那一任男朋友就突然說 對著我講 就算再分手我也不會再難過 啊 然後就覺得 哈囉 我就覺得他講話真的是很白目 他很不會看場合 然後他就說 加碼 要是我分手我還放煙火咧 然後我不要 好醜喔 好好笑喔 不是 好來,凱希 來,我要控訴這個 好 怎麼樣 不講五的開口就讓我顏面盡失 怎麼說呢 這麼嚴重 好的,是有一次呢 我跟我朋友還有我某一任男友 一起在打麻將 然後打麻將不是會聊一些有的沒的嗎 然後就在聊說 以前年輕的時候失戀啊都很難過 結果那一任男朋友就突然說 真的耶 我想到我初戀的時候 喔,我哭超慘的 我那時候都吃不下東西 但是也因為這件事 我覺得我以後 就算再分手我也不會再難過了 蛤 然後就覺得 哈囉 我就在 而且我就坐在他對家 我在家對家 我還看他這樣對著我講 然後我旁邊的朋友就超安靜 就沒有人敢附和這樣子 我就覺得他講話真的是很白目 他很不會看場合 然後他就覺得 感覺好像是你對 我就算以後跟你分手 你也不會怎麼樣那種感覺 也不悲傷 就無所謂 加碼 要是我分手我還放煙火咧 你們後面 討厭很好笑 不是 後面有一次我們就在聊天 就在聊說 喜歡什麼樣的理想型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他喜歡白的女生 然後最好是高的 身高比較高 你都沒有 然後他就說 像他 像他他就 我一開始他就不是我的菜 真的 他直接說你 他直接講 哪好不 他怎麼這樣子 都是罵人 然後後面呢 我朋友就說 不會啊,凱希不錯啊 你看他皮膚 也保養得不錯 你看他就看不出來 他已經就是 黑龜黑但是發亮了 反正我的好朋友 就幫我講話嘛 就說 其實我狀態還滿好 他就說 他前陣子素顏 我嚇死了 我以為他是咕嚕耶 就說什麼 他說你是什麼 咕嚕魔界裡面 他就有一個咕嚕 就說什麼 就說什麼 他說不信 我來給你看 他之前傳了一個自拍給我 然後他就把我的照片 拿給他們看 滿嚇人的 是嗎 還滿可愛的啊 對啊 但是其實看起來 年紀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你是被他講話 折磨的 對 我跟他每天這樣子 被他言語暴力 真的是 氣色好才怪 好啦 確實我那時候真的是 比較累一點 因為工作啦 跟你現在差多少 你現在容光換了吧 我現在超厲害 因為我後來呢 就是因為一直被講 然後我也覺得 女生可能就是過了30歲之後 我發現真的是 很容易臉頰會凹陷 妳過30了 妳過30了 對 30 海希我真的看不出來 妳過30 我今年36了 蛤 妳快要40了 我今年36 妳看起來很大學生耶 因為我跟妳說 真的是一招被蛇咬 10年怕草獸 我後面呢 就是真的超認真保養 不僅是 我要外插保養品 我覺得內服保養超重要 真的 因為有時候 妳外面補足不了的 妳真的是要靠內服 去補足妳身上的營養 然後那時候 我就上網搜尋了一下 就是除了外插的保養品 還有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就發現 有一款膠原蛋白 超級火紅 我一拿出來 大家已經都看過 就是這個 日本光速爵膠原蛋白 然後膠原蛋白的十足 而且呢 它連續十年 攻陷第一名的排行棒 對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女生呢 我真的覺得 平常如果你氣色不好 會看起來很操勞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凹陷 或是沒有光澤 那這一款呢 它只要一小包 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就可以由內而外的來保養 然後因為它的分子 非常非常的小 比較容易被身體去吸收 重點是呢 它可以補足 一小包喔 它可以補足 我們一天所需要的膠原蛋白 還有維生素C 所以呢 你如果每天這樣日常保養 一天一包呢 其實你這樣長期累積下來呢 你就可以吃出一點像是 嬰兒Q彈的那種肌膚 像以前呢 大家女生應該很有感 就是季節交替的時候 都會開始 乾燥 乾很爛脫皮什麼的 潤層 對 然後我後來呢 就是吃了一陣子之後 我發現 最有感的就是你換季的時候 你膚況也會變得很穩定 然後你長期吃下來 你不會感覺那麼容易乾燥 除了臉之外 你的手肘啊 關節啊 會油會比較光滑 都會變得比較滑嫩 有時候你洗完澡 你甚至不擦乳液 你都覺得身體感覺有 擦乳液的那種觸感 因為其實我吃了它 應該有三年多左右 然後其實女生呢 也一般人會進場保養啦 譬如說 有些人是一個月 會打個雷射 做個臉什麼的 欸我不誇張欸 我真的已經 超級久沒有打雷射了 我大概一年做一次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感覺很像是 很Q彈欸 每天都有在 就是一個月做臉的狀態 妳剛剛不講妳的實際年齡 我真的就猜妳26歲 真的 看起來年輕 妳等於逆臨逆了10年欸 我真的覺得有差 然後像是以前我如果 是光澤度啦 對 就是妳皮膚會自然透光 不是那種化妝品的光澤 我後來吃了這個以後呢 我出去然後朋友都 我真的不誇張 就是遇到那種 譬如說化妝師姐姐啊 或是第一次見面的朋友 因為我平常只要沒有工作的時候 基本上我都是素顏的狀態 然後他們都以為我有擦蛤蜊霜 然後說欸妳的蛤蜊霜好自然 然後就發現欸 我其實沒有上妝 所以我覺得日常保養 就是每一天 光澤度很重要 有差 真的有差 而且我覺得妳皮膚養好啊 膠原蛋補充好之後 妳就算淡妝喔 妳也會感覺妳的氣色很好 欸我今天有 大家可以試喝一下 好 大家喝一下 然後我覺得她的 使用方法也 喝法也非常簡單 我自己本身的話呢 就是會配茶 或是有時候早上一杯咖啡 我自己也是多年 都是在吃這個膠原蛋白粉 那我是每天早上 我一定會打一個精力果汁 加進去嗎 對 精力果汁 所以可以加在果汁裡 所以我都會放一些什麼 蔬菜水果啊 然後優格做基底 然後我就會把這一包 就是這麼就是一小包 就很方便 像我們很忙碌的媽媽啊 或是職業婦女啊 妳就丟在妳的包包裡面 或是妳就是早上就把它倒進去 妳出國怎麼樣 工作啊 帶小孩都可以用 那重點是呢 她喝起來呢 她沒有腥味 欸 膠原蛋白要沒有腥味 算很厲害 就是她有一個淡淡的奶香味 而且她喝起來就是很清爽 不會有任何負擔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 她CP值超高 就這樣一盒 對 15包 然後妳們就可以回去試試看 如果試了有用 妳可以再去購買她這個 一個月版的 像淋香的就很光滑 對 年輕的肉體嘛 那又我自己有吃 她也是吃這個膠原蛋白 對 我也有吃 因為我真的是覺得看起來會 就是閒老 所以我就吃了這個之後 發現它是我吃過所有膠原蛋白中 最沒有腥味的 然後像以前我其實是 我其實本身是黑肉體 然後我以前很容易曬黑 就是我只要一出外景 隔天大家就會說 欸妳昨天是不是去出外景 因為我就是很容易會黑一些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吃完這個之後呢 我好像也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容易曬黑 那其實這個牌子 它就是日本的百年品牌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也會比較放心 然後再來呢 因為可能家裡有一些年紀比较大的 家長長輩他們也想吃的話 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它可以直接打電話 因為有些長輩可能他不太會用網路 比較不會上網的話 你就直接打電話訂購就好 然後有時候很忙的話 你也會忘記嘛 我跟你講它有一個超棒的服務 它就是可以每月固定配送 喔 余生氣色好真的會讓心情好 欸真的 這也沒有人說過我素顏不OK 你現在演高中生都還是很合理啊 真的讓我有點就是 我現在出去 大家都是真的猜我二十幾歲 就我們也以為你二十幾歲 你剛剛三十六我們很錯愕 對 不可能 就覺得很得意啦 我覺得算是保養 有保養出一個心得 然後也覺得可以好好的分享給大家 假如妳膠原蛋白沒有在白吃 真的不會白吃 一定會回到妳的身體裡 如果對我們節目相關內容 有任何疑問 都可以到我們熱炒店粉絲團 就可以知道女藝人們變漂亮的小秘訣 謝謝凱欣 好 來 最後無尊 好 來 愛聽謊言 聚聽真相 為什麼你交到的女朋友感覺都 麻病一堆 太快的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她是做服務業的 對 她下班之後 她就會常常跟我抱怨 說她今天遇到一個客人 怎麼樣 每天都在抱怨 可是當你這樣連續聽 這樣聽了半年久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 你要不要考慮離職 久了之後 我就覺得大概知道問題點在哪裡了 因為她其實不笑的時候 超級凶 或者這樣 我就跟她說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你不笑 你要不要講話的時候 帶一點微笑 會不會比較好 然後她開始琵琶 SOP來了 我說我不是 我沒有那個意思 她說你為什麼要凶我 我說我沒有凶你 她說你就是凶我 而且你覺得我長不好看對不對 而且你為什麼這麼大聲 可是就是有些時候 女生就是不太喜歡 接受事實或是真話 然後又吵又哭 但我覺得她跟你講 她其實只是想要得到 你安撫她 她沒有要你的建議 真的 男生女生溝通好辛苦 是一門技巧 然後藝術 來這組 想想妳說誰贏 我覺得這組就是 女生贏 我站在女生這邊 因為我覺得無尊是個案 不是無尊她很會哄女生 她是個案 我覺得她有可能是 每一個都這樣亂蟲 亂蟲 蟲到女生都有點病 對 亂蟲也不行 亂蟲也可能是你亂蟲 我們剛剛聽你講故事 覺得你的歷任女兒都有病 原來他們本來沒病 是被你蟲蟲 蟲壞了 好 男生女生要好好溝通 祝福大家 謝謝 OK 謝謝 謝謝